我的天呀,弟弟今晚太帅了,不愧是行走的人间香奈儿呀,弟弟今晚造型帅渣了。 今晚的造型内搭不但是撕编的,居然还有破洞,这也太性感了吧。 结果下一秒,好像被老师喊的黑板上做题的小朋友。 前一秒,主持人说弟弟越来越成熟了。 我们发现一波越来越成熟了。 结果下一秒。 弟弟还戴了篮球小配饰。 有一个项链上面有一个篮球,挺好看的。 品牌爸爸也太宠了吧,喜欢的都会给安排上。 再看我们那场的弟弟,这高冷的气场不要太强呀。 结果下一秒这咋又啃上手指了? 那支架啃得都快没了,这真的啃到海内外了。 那场我们的显眼包,爸爸也重现江湖了。